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要辞职了 是因为那个吻吗 我 下个月回巴黎 你想不想去和李蒙多实验室 你是要带我去见马塔博士啊 不只是见钱 我是问你想不想 今天和李蒙多实验室工作 真的假的 因为马塔博士工作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巴黎吗 我也可以参与舞蹈阵的试验吗 但是我 我只有国内医科大学的本科学历 这样可以吗 我特意查过 法国承认华人一大本科学历 老师的实验室里 有过本科学历的研究注定 太好了 太好了 给你要做好准备 五岛症可是很坚定 研究新药也是一个长期工作 说不定啊 你得在巴黎待好多年 没问题 只要可以治愈五岛症 快要喝 走 俗远 过来 上班时间跑出去约会 我有没有说过 善离职守的后果是什么 今天我休息 将将吃饭 而且将将已经可以读懂一念了 还行 除了把颅内动脉瘤翻译成颅底肿瘤 把脑动脉畸形翻译成脑动脉粘连 其他的还凑合 至少比某些上班时间谈情说爱的人 要靠谱一些 你那样怪气谁呢 谁上班时间谈情说爱了 苏维安 法国人呢 向来是追求浪漫和新鲜 什么甜言蜜语张口就来 未必能当真 我只是想提醒你 不要那么着急坠入爱河 以免美梦破碎 影响你的工作 陆老师 别担心了 我一个临时翻译 绝对不会给医疗团队带来任何不好影响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这个意思 而且以后也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我要辞职了 辞职 不是 苏维安 我只是说你两句 你也用不着闹脾气辞职吧 我没有闹脾气 这是我深思熟悉的 是 是因为那个吻吗 我 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那个吻 只是当地的新年习俗 而你当时 恰好在我的身边 所以我 你 你不要当真 是 不用过往是提醒 一个稳而已吗 我当然不会当真了 那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还要辞职呢 因为钱 我找到了更赚钱的工作 我要离开这里去巴黎 所以 千万不要等我咱们 忘了也没关系 是你给我勇气 永远等不到的那些风景 我会祝福着你 忘了也没关系 是我拯救自己 一直爱着你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如果听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